这像是下次多买咬人 现在呢 动脚肝 没没没没没没问 没说啥 好像是买那些二百块钱 你得问价 你要买它们不会价 吃你还显贵 这是自己家养的小奔尖 炖的真猛 哥是不是你采的蘑菇 还是我三娘采 蘑菇是我采的 小鸡不是我养的 这是大饼子 三娘有贴的 真好吃 我这一个都快吃美了 老婆带走点吧 大饼子一般是不会做的 好多好多人都不会做 想要做的做不出来 这道菜看着像是肉的 但是它是素食 是豆制品 以为这个是肉呢 后来一说我才知道 对真以为是肉 我真没吃出来 哥你也太能吃了 好吃谁不都吃了 我真是真是没上你家 你还嫌我吃的多 你要上我家 我不能说这话 哥你得多吃点 哥多吃点啊 也都是塑料感情 这盘肉已经不剩啥了 吃没了 这个呢也见底了 关键太好吃了 这个还剩的多一些 快点吃啊 好香啊 你还有个大手的东西 我照的 你吃吧 给你了 我不吃 我吃饱了 晚上少吃点减减肥 你这太胖不好看 我真的不胖 你已经超标这么多了 不差别人就哪来吧 不行那得控制 得控制 我哥今天给我打电话 说我三娘做的小笨筋炖蘑菇 贴大饼子 让我俩过来来吃饭 我俩这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哥 不咱们这都这样吗 谁要好吃的 不都叫着一起吃 是啊 咱们都吃毒神 我真帅 这就是我们东北 冒冬的时候 每到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等于放假了 因为不农忙了 一家人聚在一起 没事吃吃喝喝 非常的热闹 不像在城里头 这样的聚在一起 几乎特别少 但在我们农村不一样 但是我们该挣钱是挣钱 该吃的时候 该玩的时候还是要玩的 也会劳逸结合嘛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好了朋友们 最新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见 拜拜 哥拜拜 没点关注点关注啊 支持哦